真言二十三章十七十八节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散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嫉妒是人心态不平静的一种情感表现 真敬比较就会产生嫉妒不平 真言十四章三十节说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谷中的朽烂 人只有时时刻刻活在上帝的面前 心中才能平静 敬畏神寻求神才能不嫉妒罪人 不与罪人比较 不行罪人所行的 才能够终日所思所想的 都是我们应该学习效法和敬畏的对象 就是上帝他自己